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星期四说她和中国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危险升温的贸易矛盾降温 戴琪在国家继续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感觉有些好像一堆干柴一个误会 可能引发一场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烈火的时刻 戴琪和中国副总体留学今个月通了电话讨论中国未能遵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来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国官员认为这次通话是对与北京进行双边接触的一次考验 而中国官员就呼吁戴琪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 戴琪在星期四说她的目标是降低热度以便我们能够有一个冷静的关系 并且就怎样能够稳定我们之间的贸易当中行之有效的部分进行冷静的对话 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饮食当中添加更多肉类 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会增加3%达到93万公吨 戴琪补充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人口 他们都需要食物他们需要进口农产品 这个是美国可以提供的 全面有成非常强烧 成功新的原因 än美国介绍 但是现在说到总结合 婚礼